泰国精神偶像剧《竹岳之月》在筹备之初就备受关注 播出后收视率更是一路飙升 让剧中的六位主演顿速涮红 不仅揽获了泰国以及其他多国家的粉丝 其中由于中国粉丝为主 该剧中方的宣传公司在中国洲地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让演员能够与粉丝近距离接触 六位主演的人气也互相上下 《竹岳之月》 这些是一种感觉很感觉 我们不认为有传闻的热门 我们有很多人来看来 到台湾也有很多人 我们感觉到心中的热门 《竹岳之月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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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剧导演透露说 在筹备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就一心想要启用新人 一开始还很担心这部剧的收视率 但现在《竹岳之月》在官网上的播放量 已经超过了200万 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这部剧播出不久后 剧中的六位主演就收到了中方的邀请到中国出席活动 目前行程已经满满的排到了年底 《竹岳之》 《竹岳之》这部剧讲述的是大学里男生与男生之间的特殊关系与异样情绪 剧中的小男主角从高中的时候就安恋着他的学长 两人在大学里再次相遇的时候却是需要竞争校桥名号 两人就这样一下子成了竞争对手 但是互相之间却慢慢产生了对彼此的依恋 想爱但是又不敢开口说爱 再加上周围朋友的调侃 两人的情路到底会如何 让我们一起在剧中寻找答案吧 只能一提的是 这部剧还邀请到了泰国著名歌手Pete来演唱主题去 他听说完整的歌声力缓缓到出剧中别样的爱情故事 公开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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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来自我喜欢的 公开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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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焦